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茶叔叔 這個系列我想叫做不按順序學電吉他 就是你剛剛看我彈的這個東西 你想不想一堂課把它學會 這句話是個反話 就是你學電吉他還是要按的順序的 比如說你有一把電吉他 你有個音箱 你看我這個可以用藍牙控制他的參數 包括話筒 吉他還有MP3進來 那你可能要練就是爬鴿子 或者是音階 會有點無聊 但這是必要的 你必須要過這一關 但是萬一你過程中實在太無聊 有點想放棄了 那我教你一招 就是過程中你可以偷偷的來看一下 我為你準備一些比較好玩的視頻 比如說像剛剛那個 我們來學會彈那個好不好 記得要偷偷的 不要被你的老師發現 老師說 你這個學習的不按部就班 沒事 那我講一下我剛剛那個怎麼彈的 就這八個音 一小節有四拍 四拍彈八下 一就是每一拍彈兩下 那這是哪八下呢 第一下是六弦的六平 再來是五弦的五平 再來是五弦的八平 再來是四弦的五平 再來是四弦的六平 然後就回來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 這個其實就是降B調的一級和弦 但是樂裡有事情我們先不管 以後再說 那四級呢 為什麼講四級 因為布魯斯他就是一一一一 四四一一五四一五 這個和弦進行 所以你當你彈完了四個一級和弦 你要彈四級的時候怎麼辦 降B調的四級是什麼 你忽然問我還真的答不出來 但是沒有關係 學電吉他的好處就是 你看格子就知道了 比如說 你已經學會了這段之後 你把所有的弦 往你的膝蓋走一個 比如說六弦變五弦 五弦變四弦 四弦變三弦 他就是四級了 比如說先彈個一級 好 變四級 變四級就是所有的 六變五 五變四 四變三 好 那五級呢 這是四級 五級就是四級 所有的音往這兒走兩格 就是一個全音 這是四級 五級 回到四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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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像這樣的blus的歌 你就可以嘗試跟著它彈 你看我做個示範 四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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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級 五級 好 當然也沒有這麼簡單 首先你知道這幾個音之後 但是你可能彈出來是 比較吵 那有幾個可能 第一個你要調一些參數 比如說你要把這個 電吉他的 EQ 調一下 或者是 比如說你這個效果 不要選的太誇張 比如說我選了一個什麼 這個就不行 太誇張 你要選一個 合適一點的效果 然後 調整它的Gain 就是它的這個 輸出的強度 好 再來呢就是 我彈的時候 我會用右手這邊的這塊肉 稍微悶一下這個地方 或者我不悶的話它就是這樣 悶一下就是 你會發現有一種比較復古的感覺 好 所以這堂課我們講的很短 第一堂課 就是 你去 這個這個 網上找到這首歌 就是中國新歌聲 有人唱的這首歌 然後 這個 這個 雖然它是降筆調 但你也先不要管它什麼調 你就記得我剛剛講的那幾個格子 然後你試試看 跟著它彈 好 我再試一次 剛好沒了 沒關係它會重複一次 我們聽聽看 它會從一集開始 然後你要試試看 你能不能跟得上啊 準備來囉 好 快四集 好一集 五集 有點快要再一次 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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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準備去四集了 一集 一集 好準備來五集了 五集 四集 一集 一集 這裡面還是有一點小講究的 比如說它這個五集 五集換四集還很快 就是那個五集 你連彈八下都來不及 你只能彈四下 所以你彈四下之後 你就要回到四集去彈到四下 變成 變成五集的八 五集的四下 四集的四下 一集的八下 好 講的有點 有點懸 會不會我有點擔心 沒關係 我覺得你太體貼了 我覺得你可以的 你自己琢磨著 好吧 這算第一集了 如果你覺得對你有幫助 你可以轉發給其他需要的人 算是支持我 或者你可以贊賞 打賞 也算是支持我 或者你對吉他的怎麼選購 或者是音箱的選購 話筒的選購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加微信問我 好吧 就這樣啦 拜拜